各位早安 欢迎大乘凤凰早班车 带您来关注今日头条 黎巴嫩17号发生了不寻常事件 有多名真主党成员的寻呼机发生爆炸 目前已经造成9人死亡 约2800人受伤 黎巴嫩政府和真主党就指控 以色列在背后策划 当局表示会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抗议 而以色列其实目前暂时还没有回应 中东多国都向黎巴嫩表示 愿意提供一切援助 黎巴嫩多名真主党成员的寻呼机 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引爆 波及身处他们附近的民众 造成重大伤亡 首都贝鲁特市面大范围受影响 有伤者躺在地上等候救治 医院内情况非常混乱 救护人员要在地上进行急救程序 不断有人被抬进急诊室 黎巴嫩共有一百间医院 接受了爆炸伤者 部分医院超出负荷 需要征召休假中的医护人员 回到岗位援助 不少民众自发捐血 短时间内已经收集到 过百单位的血 提供给重伤者使用 黎巴嫩卫生部长阿布亚德确认 全国多个地点几乎同一时间 发生巡呼机爆炸 另外据悉邻国叙利亚 也出现同类型事件 尼巴嫩政府及真主党都指责以色列策划事件 尼巴嫩外交部表示 正准备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投诉 以色列暂时未回应 伊朗驻尼巴嫩大使在事件中受伤 尼巴嫩外长哈比普17号 与伊朗外长阿拉格西同电话 伊朗感谢离政府对大使 必及采取救治措施 阿拉格西也在通话中 强烈谴责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公民 实施的恐怖主义行径 并表示伊朗愿意为伤者提供必要的救治和帮助 黎巴嫩总理米卡提同日 也与约旦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萨法迪通电话 约旦表示愿意提供任何形式的医疗支援 并重申坚定支持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及稳定 萨法迪还在通话中强调 必须停止地区中的危险局势升级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伯雷利表示 加沙地带的战事有很大机会延烧到黎巴嫩 呼吁各方必须团结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 在当天的简报会上表示 美国正在收集有关黎巴嫩 巡呼机爆炸事件的相关信息 并强调美国并没有参与其中 米勒同时表示 美国没有对谁可能是巡呼机爆炸事件的幕后黑手进行评估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已和以色列防长加兰特通话讨论了局势 事件发生以来 珍珠党没有发动火箭袭击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黎政府消息人士表示 珍珠党在数个月前才新购入这款巡呼机 但其来源及型号未明 巡呼机在手机普及前曾被广泛应用 珍珠党今年才使用此款较旧的通讯工具 取代智能手机 以避免遭到互联网黑客攻击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根据了解在巡呼机爆炸事件当中 被波及并且受到轻伤的伊朗驻黎班的大使 目前情况良好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7号报道 伊朗驻贝鲁特大使阿玛尼在巡呼机爆炸事件中受轻伤 虽然他并没有携带巡呼机 但他与携带巡呼机的人距离很近 阿玛尼被紧急送往医院动了一个小手术 目前状况良好 伊朗官方伊通社援引珍珠党声明 珍珠党宣布巡呼机爆炸事件导致三人死亡 要求民众警方有利于以色列的谣言和虚假误导性消息 珍珠党目前正进行广泛的安全和科学调查 以便找出这些同时发生的爆炸的原因 珍珠党还强调 各级抵抗运动及单位已经做好最充分的准备 保卫黎巴嫩应对以色列威胁 据报道 17号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 以及东南部和东北部 人们随身携带的手持巡呼机 在差不多时间被引爆 造成多人受伤 除了使用巡呼机的珍珠党成员外 使用巡呼机的住宅区警卫和环保人员也被波及 目前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 珍珠党官员称 这起爆炸事件是珍珠党与以色列交战 近一年来所面临的最大安全漏洞 防卫室 珍开里云穆森得黑蓝报道 黎巴嫩巡呼机爆炸事件发生之后 以色列军方高层紧急召开会议 表示对珍珠党的报复威胁保持警惕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与总参谋长哈莱维等 以军高级军官 17号的晚间在特拉维夫召开会议 商讨黎巴嫩巡呼机爆炸事件之后的地区形势 以军表示将会在进攻及防守两个方面都做出随时准备行动的态势 而以军没有对事件承认负责 但是就呼吁以色列的民众要对珍珠党的报复保持警惕 美国白宫和五甲大楼强调 美国没有涉及黎巴嫩17号所发生的巡呼机大规模的爆炸事件 强调一直密切关注地区形势 也呼吁通过外交对话来缓和紧张局势 我 marvel解采非详细 again, I don't have any details to provide on the reports of the pager blast I can tell you, you know, to my knowledge there's no U.S. involvement in this at all again, it's something that we're monitoring and in terms of potential escalation you know, I go back to what I said earlier in terms of a key focus for this depart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writ large is on working with partners in the region to include Israel to prevent the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Hamas from spiraling into a wider conflict. And that includes the tensions along the Israel-Lebanon border. And so we'll continue to strongly advocate for a ceasefire and the release of the hostages, and we'll continue to strongly advocate for a diplomatic resolution to the tensions that we're seeing along the Israel-Lebanon border. 美国白宫发言人皮尔也表示 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非常关键 认为如果双方能够达成共识 将会大幅缓解紧张局势 白宫强调会继续致力于协助冲突 尽快地透过外交途径来取得缓和 半岛电视台引述军事专家指出 黎巴嫩真主党巡呼机爆炸事件 是一起非常复杂的袭击 需要多个实体的共同协作 专家表示 如果以色列情报部门设法破坏了 提供给真主党的巡呼机 这不排除他们设法获得伊朗的供应 因为伊朗为真主党提供了大部分的设备 而如此规模的行动 需要使用高爆炸药 即使数量很少 也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能将一到三克的烈性炸药 放在每个巡呼机内 同时还要保留巡呼机 屏幕以及所有电子设备的功能 然后可能通过无线电频率进行引爆 这也需要以色列多个情报部门的工作 并且切断供应渠道 现在很可能伊朗人正在检查 他们的所有产品和设备 以确保没有人篡改他们的东西 看一下朝鲜报道最新动态 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18号表示 侦测到朝鲜当地时间上午的6点50分左右 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 军方正在分析导弹的型号和飞行距离 日本防卫省同一天表示 侦测到朝鲜发射了两枚导弹 可能是弹道导弹 日本海岸警卫队同报称 相信导弹已经坠落在了朝鲜半岛 与日本之间的海域 并且呼吁目前正在航行的船只 密切留意有关导弹讯息 而这也是朝鲜即本月12号之后 再次发射导弹 更多消息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 从意大利转抵德国 继续欧洲的访问行程 17号在柏林会见德国副总理 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哈贝克 以及德国总理府部长施密特 双方重点就欧盟对华电动汽车 反补贴案等议题进行深入交流 王文涛会见德国副总理 在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部长哈贝克时表示 近期中欧双方就电动汽车反补贴案 进行密集磋商 中方付出了巨大努力 然而 欧方不仅继续执意裁决高额反补贴税率 还迅速和草率地拒绝了中方业界提出的 一揽子解决方案 中德汽车产业深度融合 加征关税 将严重干扰贸易和投资合作 使双方利益受损 希望德方推动欧委会同中方相效而行 尽快达成符合世贸规则的解决方案 避免中欧经贸摩擦升级 哈雷克表示 欢迎中国汽车及零部件企业对欧投资 不赞成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 中方业界提出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期待欧委会做出建设性回应 王文涛会见德国总理府部长施密特时表示 中方始终抱有最大诚意 坚持通过对华磋商 妥善解决欧盟对华电动汽车返补贴案 但欧方执意裁决高额返补贴税率 中方深感失望 但不会放弃努力 将坚持把磋商进行到最后一刻 希望德国作为欧盟核心成员国 带头发挥积极作用 施密特表示 德方始终认为 加征关税并非解决之道 将继续做欧委会工作 为妥善解决本案发挥积极作用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财政部官员在17号透露 中美高级经济官员19号到20号 将会在北京举行 新一轮的中美经济工作组会议 美方希望聚焦于 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 和工业产能过剩的关切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 尚博17号证实 他本周将率领由美国财政部 和美联储官员组成的代表团访华 在北京出席中美经济工作组第五次会议 旨在加强中美之间的沟通 以应对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加剧 尚博透露 中美建立灵活的沟通渠道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意见不一致的领域 此次访华 美方希望进一步讨论 对中国宏观经济失衡 和工业产能过剩的关切 美国担心中国的经济政策 进一步推动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动力 这将对美国企业和工人产生重大益出效应 就在上周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 从9月27号开始 大幅上调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 除了对中国订动汽车加征100%的关税 太阳能 关键矿产 半导体等行业 都将受到冲击 今年4月一轮在访华时 再次聚焦中国新能源产能过剩的问题 遭到了中方驳斥 中方认为 在全球化背景下 判断产能是否过剩 要从全球市场需求和未来发展潜力来看 将产能等经贸问题 泛政治化 泛安全化 违背经济规律 不利于本国产业 也不利于世界经济稳定发展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义 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在17号通报称 俄军当天消灭了乌军士兵1960人 对于乌军多个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 并且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的乌克兰茨克居民店 乌军则称近期对于马里乌布尔附近的 一些俄军弹药库进行了导弹袭击 此外 乌克兰的总统泽利斯基表示 17号与乌克兰空军司令部举行会议 在西方援乌F-16战机时一方面 确定了清晰的步骤 俄罗斯国防部同报称 过去一天 俄军消灭乌军士兵1960人 其中俄中部集团军部队继续深入乌军防线 对顿内茨克乌军部队予以打击 摧毁装甲战车两辆 皮卡两辆 M777榴弹炮一门 康乃馨自行火炮一门 和第30榴弹炮三门 俄强力部门表示 以控制顿内茨克地区的乌克兰斯克居民点 并发布一张照片 显示有俄军士兵在市郊的通风景上插旗 俄罗斯国防部还发布视频 称俄军对顿内茨克兹瓦诺卡定居点附近的一处乌军临时部署点进行了空袭 乌方一座建筑部遭到严重破坏 损失了20多人和4辆汽车 此外 俄军还对哈尔科夫州 彼得巴佛洛夫卡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航空打击 乌方损失约30人 乌克兰方面则发布声明称 乌克兰海军近期对马里乌波尔市附近的俄军弹药库进行导弹袭击 摧毁储存设施及大量弹药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7号晚上发布视频讲话 称当天他与乌克兰空军司令部举行会议 讨论从西方盟友处接收F-16战机的有关事宜 并就此事确定清晰的步骤 有确计当过关系的艘域在美国和艦艺艇里的课程中 fights F-16是确定乱发生了 每个方法和艺艺艺航空的研究 有确计的舞台军心们就做了考虑的过程 要更易发生攻击机的军船 和我们的艺术艺航空军 其是发生排斗星纪有关系的问题 军事后发生了一体的各种效果 和中国军事 denial for美国的防守 和其中一组表现了 军事封面启发生了一个做的 11国参与的联盟 为乌克兰提供F-16战机相关培训 其中包括对飞行员的培训 首批乌克兰战斗机飞行员 已于一周前抵达罗马尼亚 开始接受F-16战机训练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7号 宣布了新一届委员会成员名单 任命多名女性担任欧盟委员会 八个最高职位当中的职务 为实现性别平等等目标 迈出了重要一步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17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 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公布了新一届欧盟委员会 委员提名名单 尽管欧盟27个成员国中 有许多国家 最初不愿接受性别平衡的要求 但冯德莱恩通过与各国政府的 密切合作和商议 最终将女性比例提高到了40% 冯德莱恩指出 最初成员国仅提名了 22%的女性候选人 迫使她不得不积极推动 更多女性参与高层管理 通过协商 女性不仅在人数上有所增加 还在多个关键岗位上 占据了重要位置 她强调 虽然在性别平衡上 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但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 我们现在有11女性候选人 当我预取了第一次质量 冯德莱恩在今年7月18日经欧洲议会投票 再次当选欧盟委员会主席 之后他着手组建新一届欧盟委员会 按照欧盟的相关规定 每个成员国都应提名一位欧盟委员会委员人选 除冯德莱恩本人外 所有被提名人员需获得欧洲议会批准 接受欧洲议会听证会质询 并经过投票确认才能正式上任 防卫室李萌威法国巴黎报道 来关注一下美国方面的消息 美国媒体称前总统特朗普和泰勒斯维夫特之间 不断升级的斗争可能会成为 影响11月大选的不稳定因素 民主党人试图利用泰勒斯维夫特 对哈里斯的支持来作为催票的动因 那报道还提到泰勒斯维夫特背书哈里斯 可能会加剧特朗普发表攻击性和分裂性言论 美国流行歌手泰勒斯维夫特 因为公开背书民主党总统提名哈里斯后 特朗普日前在市场媒体称 他讨厌泰勒斯维夫特的帖子 在两党掀起了波澜 民主党表示特朗普的言论 将在11月再次困扰着他 但有关于泰勒斯维夫特对大选潜在影响的数据 目前是喜悠参半 红会商报称 尽管有40多万人经由泰勒斯维夫特的推荐后 访问了选民登记网站 但目前仍不清楚有多少人会真正支持哈里斯 民调协设只有6%的选民表示 因这位巨星的背书让他们支持哈里斯 有八成的选民表示 泰勒斯维夫特的支持对他们没有影响 报道指这位歌手是否会在总统竞选中 对年轻选民产生影响 这类选民本来是不太可能投票 而在这场势均立体的选举中 在宾夕法尼亚 北卡罗来纳 亚利桑那和佐治亚州等地 都可能产生重大的影响 据广告公司Nexon的数据 斯维夫特的背书 似乎给哈里斯的网络参与度增加了250% 此外在围绕妇女权利的讨论增加了100% 与民主有关的话题增加了150% 在特朗普发帖称他讨厌斯维夫特之后 哈里斯竞选团队抓住这一点 他们认为特朗普与斯维夫特之间 任何社交媒体不合对他们都是有利的 民主党认为特朗普对于泰勒斯维夫特的言论 只会加剧这位前总统的攻击性和分裂性言论 共和党方面认为特朗普总是寻求与民人公开争吵 这鼓励了他的文化战争支持者 冒犯他的批评者 这虽然有损于总统的尊严 反映出的是一个分裂不严肃的领导人 但特朗普与泰勒斯维夫特的争吵 不会影响任何选民对他的看法 方航卫视杨品具姚一伟 罗相机报道 美国媒体称 今年美国的预算赤字会超过1.9万亿美元 所有赤字总和将会超过28万亿美元 但是当下 领导候选人依然在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方面 主张减税的选举承诺 那报道指出 未来不管是谁当选 都会进一步推高美债的上限 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面对今年的预算赤字会超过1.9万亿美元 联邦债务的总额超过28万亿美元的背景之下 当下两位总统候选人就国债问题只是偶尔提起 更不要说解决方案 相反 候选人更向选民做出更加昂贵的承诺 经济学家担心不断增加的债务 可能会给利率带来上行的压力 抑制经济的增长 并且削弱华盛顿在战争或另一场危机中的借款能力 目前包括美国信用评级被下调等方面都显示 已经出现了警告的信号 报道指哈利斯和特朗普都希望延长 将于2025年底到期的数万亿美元的减税计划 同时特朗普承诺免除小费的税收 取消社会保障福利的所得税 取消加班费的税收 降低美国公司的税率等 哈利斯则跟进特朗普的建议 报道指无论谁在11月赢得大选 都将面临两大财政的考验 一是需要提高联邦债务上限 可能在2025年的中期 另一个因素是2017年的税法大部分内容即将到期 将决定是否延续 据悉在特朗普任内 美国债务增加了5.6万亿 报道指虽然这一定程度上 是和已有的趋势和疫情有关 但特朗普做了包括与国会共和党人决裂 为了吸引中产阶级选民 特朗普接受了民主党长期以来的立场 停止有关广泛削弱福利的讨论 推高了联邦债务 而拜登和哈里斯政府通过了 1.9万亿美元的美国救援计划 以及需要哈里斯决进行投票的 《2022年通货膨胀削减法案》 拜登执政的三年半时间里 美债增加了6.6万亿美元 这是开始统计以来历史上最高的水平 分析认为两位候选人较小提到的 美债的相关愿景 都将面临有国会、法律和宪法的挑战 另外包括哈里斯呼吁恢复和扩大 2021年实施的儿童税收敌免 并为首次购房者实施新的补贴 特朗普的大规模驱逐计划 和国内导弹防御系统的建设 都将增加新的支出 本号卫视杨本军 姚依伟 洛杉矶报道 美国前总统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的副手万斯 17日在出席密歇根州 斯巴达市的竞选活动时 敦促拜登当局增加 对特朗普的安保力度 万斯指责民主党政府 持续审查特朗普 利用权力和舆论来制造敌对的环境 使特朗普成为政治暴力的目标 而对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谴责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 让皮埃尔在17日的记者会上表示 特朗普方面的谴责毫无根据 总统拜登和副总统哈里斯 一直反对各种形式的暴力 他提到美国国会暴乱事件 称特朗普对美国民主构成的威胁 现任总统拜登在这一方面 有清醒的认识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总统佩泽西洋 22号将会启程前往纽约 参加联合国大会 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席联合国大会 亮相国际舞台 引发外界关注 据报道 佩泽西洋将一联合国秘书长的邀请 前往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这是佩泽西洋当选后 第一次出席联大会议 他将在纽约停留三天 24号他将在联大发表讲话 在联大会议期间 他将参加有关未来领袖的会议 他将有可能在纽约 与法国总统马克龙 欧洲理事会主席 夏尔米歇尔等政要举行会谈 他将会见在美国的伊朗侨民 外界预计 他此行将力图抓住机会 改善伊朗的国际形象 佩泽西洋当选后 有外媒分析称 最高精神领袖哈密内伊 是否会授权佩泽西洋 与美国官员进行会谈 仍不确定 如果哈密内伊批准 这将是一个重大转变 在佩泽西洋赴美临行前 伊朗17号释放了一名 遭当局拘捕的 奥地利公民韦伯 韦伯在2022年被捕 最初被判犯有间谍罪 但法庭尚未正式宣判 富皇卫视 李约致海慕森 德海蓝报道 孟加拉前政府的主要反对党 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的支持者 17号在首都打卡 优秀示威 要求举行新的总统选举 反对党支持者 聚集在打卡的孟加拉国 民族主义党总部前 要求透过选举进行民主过渡 因为临时政府尚未确定 新的总统选举时间 由诺贝尔奖得主 由盧伯所领导的临时政府 已经推出了多项改革计划 但是其他主要政党 都希望尽快举行新的选举 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代理主席 拉赫曼在17号表示 他支持临时政府 做推出的改革计划 但只有人民在过程当中 有发言权 这些改革才能持续 任何改革都必须要得到 下届议会的批准 拉赫曼建议 优先采取措施 将选举委员会 公共行政和执法机构 建设成为 称职且有能力的机构 更多焦点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在中秋佳节 两岸三地举办多样 庆祝秋的活动 结合传统习俗 或是以独有的仪式和表演 来吸引游客 内地多地 展出了以月亮为主题的 灯光装置 而香港各区 为市民准备了 多个赏月的居家祭点 还有丰富的活动 澳门的主要景点 也有菜灯米等节性项目 而台湾的民众 则是到宫庙进行参拜祈福 请求好姻缘和财运 海外华人也举办各式活动 来庆祝中秋 节日气氛拉满 在上海 中秋的月亮成为了主题 到处都是以月亮 为形状的灯光装置 特别在外滩 吉路家嘴等地方展示 供民众欣赏 而在安徽黄山的古村 当地举办了月下渔灯会 村民扛着大渔灯 在村里游行 游客也可以手拿小渔灯 参与其中 在江西福州 黎川古城景区 一颗三米大的月亮灯饰 成了焦点 舞龙花灯戏等别具特色的 民俗表演连番上演 来到湖北荆州 正举行着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 传统节目《打铁花》 工匠们用木棒 将千余度高温的铁水 击打到空中 呈现烟花 散落地上效果 震撼非常 同在湖北的武汉 今年中秋 配合为期两个月的 长江文化艺术季 以长江为舞台 为艺术季举行开幕式 先由无人机不断变换阵型 呈现当地著名地标 随后打上烟火 配合雷射灯光 照亮长江两岸 江边舞台举行文艺表演 为艺术季拉开序幕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台湾民众是按照传统习俗 在中秋节 同时也是月老和土地公生日 这一天到庙宇里去参拜祈福 庙方则是举办了各式活动 场面热闹 中秋节适逢月下老人生日 台中市一间公庙 涌入参拜民众 祈求好姻缘 庙方发送筷子 象征姻缘快来 我这快来啦 我们的地人在快价 都小姐金家 万事一分一百四 月老让我的 有个好个姻缘 然后让我的工作顺利 这样子一天 我就是学的心想事成 天天开心 只要心里想的都会实现 那就很好啦 姻缘也是其中一个 就任何事情都很好 民众指角希望求得神医 中秋节同时也是土地公 也就是福德政神诞成的日子 台南是一间庙宇举办 指角拿神医的活动 限量三十五件 让民众将土地公穿过的衣服 带回家 请真欢迎 祈求那个政材 祈求教人的身体健康 因为我是在做电话经销 我就希望说 可以每天业绩都很好 然后就是可以 领比较多的酒精 台湾居民欢度中秋节 除了一家团圆烤肉吃月饼 透过民俗信仰活动 更增添过节气氛 凤凰威小南京都 季敏怀台北报道 在香港 中秋氛围 以及各类极具港风特色的 庆祝活动 一直备受市民 还有世界各地游客的钟爱 又是一年中秋节 香港依旧以其极具港风特色的 节庆布置和各类几部 香港本地特色的庆祝活动 吸引大批香港市民 以及来自全世界的游客 参与其中 共享人月两团圆的中秋佳节 香港中秋彩灯会 一直是饱含传统色彩的 经典节庆活动之一 而今年的中秋彩灯 更是每晚在分别位于 维多利亚公园 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 以及轻衣公园点亮 明月与彩灯交相辉映 璀璨彩灯在点亮全城的同时 也点燃了市民级游客 对月满中秋人月团圆的向往 它是美丽的 在天空的红红 因为它是美丽的 它是美丽的 而在香港铜锣湾的大区域 有超过140年历史的五火龙 从16日起一连三晚上演 三百多名剑儿舞动者 插上过万只现象的火龙 于大街小巷穿梭 展现各种花式记忆 全长67米的火龙 无论是转圈或是白尾 一举移动 都隐瞎市民级游客的激动和欢呼声 整个大空的街头 也都被一一火光点亮 本环卫视卢西文 香港报道 中秋节的晚上 香港维多利亚港上空 上演了一场大型的无人机表演 呈现出具有中秋节特色和传统的图案 一千架无人机中秋节晚上八点 在湾仔海滨的围港上空出现 玉兔在写有中秋快乐的月饼上跳跃 随后在空中品茶 赏月 吃月饼 月饼换变成红灯笼 这条火龙不在大坑 而是来了湾仔海滨 在海面上同飞 来陪着玉兔赏月的还有大熊猫 他们向观众送上节日祝福 无人机表演全长大约十分钟 吸引不少香港市民和游客前来观赏 我觉得很好看 它很立体 而且这个位置也很接近 还有很多不同的图案 比我们的预期中 最后一部分 因为有中秋快乐那几个字 然后影迷的月亮也很亮 今晚去尼东街看看花灯 然后去看大坑那个无火龙 它真的很棒 我从来没有看到任何的 它真的很有趣 虽然我不太明白这个角色 它是一个很棒的经验 它感觉很有趣 在这里和第一次经验 我们也试试了星球蛋糕 在学校里 它非常有趣 蛮好 因为比那个内地的话 应该有一点不一样吧 对香港一直有关注 然后正好看到说有这个活动 然后今天特地过来的 中秋节碰上超级月亮 也就是月亮刚好在靠近地球的近地点 虽然有时被云层遮盖 但大部分时间抬头 仍然能欣赏到圆月 由于今年中秋节刚好碰上超级月亮 可以说月亮是又圆又大 不少市民和游客在欣赏玩无人机表演以后 继续留下来欣赏美丽的月色 凤凰卫视显志香港报道 澳门中秋节大三巴等主要景点 都有音乐会或是猜灯迷等节庆活动 而内地中秋节有三天的小长假 富澳的旅客明显增加了 由旅游业者预料 中秋节的访客量将可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充满中西特色的世界文化物质遗产 增加大物 中秋节当天有拆灯迷活动 吸引民众讨战自己的逻辑及语言能力 达众有讲 中秋节通常我们会夜晚一起吃饭 跟着就会带小朋友出去公园玩 还有如果有烟花 我们就会看烟花再回家 中秋节正日就会玩到好夜 第二天放假最后就会在家休息一晚 另一个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物婆仔屋 举行了中秋原油晚会 现场免费拍发传统小吃 还有音乐表演 特色灯笼布置等 为节育增添浓厚的气氛 在我身后的澳门中乐坛 准备了月门三八页中秋音乐会节目 在大山麦这里以中西音乐与旅客和市民共度佳节 中秋节的大山麦人来人往 附近的首信街人潮更是川流不息 根据警方资料 但在16号澳门变入的 12万4千多人是旅客入境 澳门休闲旅游服务创新协会会长黄辉 向本台表示 比起疫情前2019年的中秋节 预计今年访客量已经恢复 今年看回中秋假期 刚刚开头这两天旅客的情况 比较暢黄的 我们自己预估中秋假期的旅客人数 应该会贴得我们2019年的水平 可能我们现在看到 比较多用了自由行 特别我们现在看到 内地也开放多了自由行的城市 自5月起 内地旅客可参加在7天内 多次往返恒勤和澳门的旅游团 黄辉表示 这项清硕是对参加多天 展览活动的旅客尤其适用 他希望政府能继续向内地省份 推广新政策 同时设法令旅客在澳门逗留 更长时间 给予观光旅客更多便利和选择 凤凰卫视程德林在澳门报道 泰国旅游与体育部和中国驻泰国大使馆 在17号中秋节当天 共同举办了神奇泰国中秋之夜欢庆活动 共庆中秋佳节和即将到来的 中泰建交50周年 同时也吸引高质量中国游客 到访泰国 活动在中泰文艺表演中拉开序幕 本次活动是你好Monts 即中泰友好乐项目的重要组成 旨在吸引高质量中国游客 在即将到来的中国国庆节 至2025年春节期间到访泰国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公使吴志武 在致辞中表示 中泰共庆中秋佳节 倍感亲切温暖 中泰两国将携手创造 中泰命运共同体更美好的明天 国之交在与民相亲 民相亲在与心相通 人文交流是促进民心相通的重要纽带 也不断憨实着中泰友好的社会基础 让我们以明月为鉴 人团圆心相聚 携手努力把中泰传统友好 转化为合作共赢的动力 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泰国旅体部长索拉邦强调 旅游士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有助于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并促进彼此之间的相互包容 理解和支持 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中泰两国特色民间艺术和地方美食 泰国国家旅游局表示 本次活动也与中泰互免签证政策相契合 将推动中泰两国双向旅游发展 为两国分享宝贵的旅游体验 并未在未来创造更多合作机会提供平台 截至9月8号 泰国已接待了超过489万人次中国游客 中国仍然是泰国最大的游客员国 而目前泰国政府已设定了 全年接待730万人次中国游客的目标 凤凰卫视力量王涛 泰国 看广道 稍后回来一起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一会见 欢迎回来 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消息 市场静待美联储的议息会议结果 美股三大指数在周二走势分化 道指和标普五百指数在盘中都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8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意外的上升 也缓解了市场对于经济萎缩的担忧 芯片巨头英特尔在获得美国军方 以及电商平台亚马逊的订单之后 周二是再度大涨 接近2.7% 道中斯工业指数收报416006点 跌15点 跌幅0.04%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7628点 涨35点 涨幅0.2% 标普五百指数收报5634点 涨1点 涨幅0.03% 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从今年年初开始 摩根大通和苹果公司进行沟通 希望能够接替高盛公司的信用卡和零售储蓄账户的业务 谈谈目前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高盛公司因为对零售银行与信用卡业务缺乏经验与实力 只是与苹果公司的合作造成了数十亿美元的亏损 并遭到公司内部与月季的反弹后 与去年年底高盛公司决定结束与苹果就此项业务的合作 并重新集中精力发展投行与金融利财交易业务 与此同时由于摩根大通总裁但能意识到 大型科技产业公司在金融银行市场方面的扩展速度的日益升级 对传统金融公司与银行产业造成激烈竞争的威胁 所以他开始寻找与科技产业的合作机会 实际上摩根大通旗下的大通银行 已经开始为使用Apple Pay的客户提供多种优惠 以期获得业务 而目前接替高盛公司的业务 显示苹果公司与摩根大通银行这两大业界巨头 将展开正式的全面的合作 分级也指出高盛业苹果公司也曾经分头 寻求其他的合作对象来接替高盛业苹果的合作项目 而最终摩根大通成为最佳的选择 但是执行者透露 具体结交细节中仍然存在有很多有待达成的共识 金融报告目前高盛与苹果现有签证额高达170亿美元的信用卡业务 与储蓄业务要打包出售给摩根大通 而买卖双方在价格方面的分歧等逐多问题仍有待解决 所以业务全部结交仍需要相当一段时间 福黄卫视捧着张兆宇 一五月报道 特朗普16号的晚间在X平台上宣布推出去中心制金融平台 并且会在有限范围内发行平台的公用管理加密币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周一晚间以直播方式在X平台推出 由特朗普家庭成员直接参与的去中心制金融平台 世界自由金融平台 并将推出代码为WLFI的WLFI平台管理公用加密币 特朗普表示应该加快加密币产业发展的规模与进程 否则美国将会把这个产业的首期先居席位让给中国 虽然在周一晚间特朗普并没有具体的解释平台操作与功效 但是业务认为该平台将会聚集所有DeFi去中心制平台的特点 但更会集中在以金融服务为主要功能 其中包括用户之间直接转账支付 以及实体产业投资方式资产所有权和文化产品的数码化等 另据CryptoMarketCap平台执行者表示 该系统将发行的WLFI加密币的组合布局为 20%为团队酬劳 17%为用户奖励 63%将在通过监管条例审核的投资者中发售 WLFI加密币的功能是用来为平台发展项目投票为管理 并有推广与不同区块链发行并与美元挂钩的 稳定币USDC和USDT的配合应用 业界支持者认为 特朗普的世界自由金融平台的推广 将会有效提升DeFi去中心制金融的概念和知名度 但是反对者则认为 由于美国证监会对加密币产业的敌视态度 特朗普此时此举 又为他的选情增加了更多的不定因素 凤凰卫视 旁得张兆雨 用业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此前表示 俄亥俄州城市斯普林菲尔德 由海地移民吃宠物猫狗 随后当地学校接连收到了炸弹的威胁 那州政府当局在17号就派遣警察驻守在学校 以应对安全威胁 17号早上 警察出现在了校园里 而学生们则照常上课 俄亥俄州州长德温表示 尽管有威胁存在 但学生们表现得很好 德温在16号宣布 他将会派遣数十名俄亥俄州高速公路巡逻队成员 到斯普林菲尔德 来帮助当地学校维持秩序 为了应对威胁 斯普林菲尔德的海沃德中学 也取消了一年一度的多元化艺术和文化庆祝活动 特朗普此前在总统辩论当中就表示 斯普林菲尔德的海地移民 吃当地居民的宠物 随后斯普林菲尔德的学校 就收到了多次暴力威胁 再来关注一下 自14号以来 葡萄牙中部和北部地区的森林火灾 现在愈演愈烈 葡萄牙当局在17号程至少有7人死亡 其中包括了3名葡萄牙消防员 另外有超过5身受伤 葡萄牙当局报告超过约100起火灾 据民房报告显示 集中在葡萄牙阿威罗北部地区的三场最大火灾 到16日晚已烧毁约1万公顷土地 有房屋被烧毁 当地居民试图扑灭山火 葡萄牙当局援引欧盟民事保护机制 获得了额外的8架消防飞机支援 西班牙16日派出两架水弹飞机到葡萄牙协助扑灭山火 法国 意大利和希腊提供的飞机也将陆续抵达 葡萄牙当局也动员了约5300名消防员 葡萄牙民房部门17日表示 三名消防员在车辆被山火围困时丧生 葡萄牙国家民房指挥官费尔·南德斯对此表示哀悼 自14日以来 葡萄牙当局已经关闭了多条高速公路 包括里斯本和博尔图之间的一段主要高速公路 并暂停了北部两条铁路线的火车接驳 这导致一些居民被困在发生山火的周边地区 气象专家表示 葡萄牙16日面临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天气之一 虽然靠近大海 但湿度非常低 他表示 18日起情况可能开始好转 19日相对湿度应该会增加 甚至可能会出现阵雨 葡萄牙总理此前宣布 由于没有降雨预报 将警戒状态延长至19日 当局还报告逮捕了5名纵火嫌疑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希腊第二大炼油厂17号发生火灾 厂内工人均被疏散 有3人受到轻伤送医治疗 这座炼油厂是位于 希腊首都雅典以西 70公里的圣塞多鲁伊 当地时间的17号傍晚发生大火 厂区冒出一股股浓烟 炼油厂的工人和附近的居民 随即被疏散 消防部队派出了3架直升机 和11辆消防车赶到现场进行灭火 炼油厂所属公司表示 情况已经改善 但是起火原因仍不清楚 当地政府关闭了炼油厂附近的公路 而铁路运输也同时暂停 但是当局并未发出 有关火灾可能引发 有害物质泄漏的警告 2024巴黎国际旅游专业展 在17号拉开帷幕 你好中国展台在展会亮相 向全球旅游业者推广中国的特色旅游资源 和全新的富华旅游产品和线路等 本次你好中国展台 主题为支付便利畅游中国 来自安徽 陕西 辽宁 湖北 新疆五省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 以及和旅游业相关的多个机构 航司共同参展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公使成立 中国驻巴黎旅游办事处主任张豪淼 以及巴黎国际专业旅游展负责人吉洛特 等中法各界嘉宾出席了展台的开幕仪式 前来下谈的法国旅行商络绎不绝 纷纷表示自中国对法国公民实施 免签政策以来 中国旅游产品销售势头向好 民众富华旅游热情持续高涨 期待与中方企业加强合作 共同开发更多符合后裔性时期 法国民众需求的旅游产品 为了更好宣戒中国入境游支付便利政策 促进法国富华旅游市场稳步恢复 相关单位和机构还在展会期间 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以其推动金融与文旅深度融合 促进中法文旅深入合作 巴黎国际旅游专业展中国展台的设立 不仅向世界旅游客界展示了 中国独特的旅游资源和文化魅力 同时也加强了中法两国 在旅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富豪卫视尽量将新 巴黎报道 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载班车 祝您开启全新一天 更多消息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我们稍后播出的各级新闻 感谢您的观看